有好几个月没有跟大家分享花园了 所以今天想邀请您到我的小院看看花草 放松一下身心 希望大家在繁忙的生活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宁静和惬意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就请点赞和订阅 那我们就开始吧 有朋友说想看我们家前院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前院的左边 这边种着一些灌木 还有一株我种了四年的薰衣草 它每年会开两次花 五月份一次,九月份还有一次 我赶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 把它的花束收集起来 我会在清晨收集薰衣草 这时候空气清新,还伴着鸟鸟鸣 很切腻的一件事 收集好的薰衣草可以观赏 可以风干了以后做香薰 还可以食用 这是薰衣草在我家的秋天居家装饰 视频里面的样子 我把它插在了干豆子里面 作为桌上的装饰 去年我是把它们作为花束风干 今年呢我留了一部分做了薰衣草薄荷茶 做法很简单 在500毫升开水里面 加入几只薰衣草和几片薄荷 再煮一下就可以了 气味非常的芬芳 您也可以用干薰衣草和干薄荷 做这道茶 前院的左边还有一棚圈草 被鱼打湿的样子 分外的焦嫩 我的另外一株萱草是在前院的右边 这边有冬青 日本蜂和一些灌木 说是一株的话可能不太确切 其实它是一大丛 它每年五月份开花 从根部又会繁殖出新的植株 就这么越长越多 越繁茂 我准备入秋前 把它们的根分一下 把新的植株挪走 这样会长得更好 萱草的旁边 还有这一大丛绣线菊 它也是多年生 开散状的小花 粉色的非常可爱 绣线菊的中文名字 我不是很确定 它英文的名字叫做Pink Speria 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中文翻译 翻译的是不是准确呢 在国外种花的一个可以说是小烦恼吧 就是查这些植物的中文名 其实很难查得到 我平常用的最多的就是Google Translate 但是非常的不准确 如果大家有好的中文英文的植物词典的话 欢迎推荐给大家 这么美的花 但在室外看一看 肯定是不够的 我是一定会把它们带回家的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做一束简单又漂亮的插花 我们把宣草和Speria各剪三支 拿一个最简单的高的花瓶 把花束稍作整理就可以摆上桌了 一个小窍门呢 是剪的时候你的这个花束的高度要不同 这样会比较参差有致 我的这两种花都是有三个不同的高度 然后你在摆放的时候 让它们形成一个对角线 就很漂亮了 这三朵宣草就正好是在一个斜线上 看完了前院 我们现在在一步后院 这株繁茂的忍冬 也叫做金银花 已经跟随我们三年了 它是我所种过的攀爬植物里 最好种的一棵 它非常的有韧性 好种到那种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感觉 我前两年没有怎么给它修枝 所以今年长得实在是太繁茂了 都长到邻居家院子里面了 它的花非常的沁人心脾 我把它们收集起来 晒干以后呢 可以做茶喝 收集金银花的时候 大家要收集这种黄色的 表明它已经成熟了 晒干以后 找一个密闭的容器 封存起来就可以了 忍冬在我们这边 北美酒区是长绿植物 我院子里面另外一棵长绿植物 是这棵美洲茶 它叶子油亮 开紫色的小花 气味非常浓郁 因为它太着密封了 所以我老公和小孩不太喜欢 我今年就把它砍掉了 在这边种了玫瑰 种的是大卫奥斯丁的英式玫瑰 我在编辑视频的时候 这个玫瑰已经开花了 所以我想会在下两次视频跟大家分享 角落里这颗白色的勺药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跟大家分享过 今年它又回来了 牡丹和勺药的寿命 可以达到六七十年 是真正的多年生植物 这些紫色的蝼斗花 今年是第三年还是第四年开花了 它们是野花 自生自灭 不需要特殊的照顾 却能给你的花园带来这么多的美丽 同样是野花的 还有这些西部壁花 Western wallflowers 我喜欢随意地捡几只 插在花气里 带回屋里 除了这些美丽的花草以外 今年春夏交接的时候 我家还收获了很多的蔬菜和水果 我会在下一次的花园视频里面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对小花园的日常动态感兴趣呢 也可以到Instagram关注我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点赞 也请新来的朋友订阅 很高兴能陪伴您度过这段轻松愉快的时间 我们下一期视频里面见 祝您有个好心情